那大家还不知道的人咧 我们有这个show叫做 Top 4 Street Fest A Dan Show by 3P 这个不是一个演唱会 是 演跳会 是一个街舞圣会 这个的表演咧 是一个以街舞为主题的大型表演 所以咧我们只会跳舞 不会唱 但是特别的地方在于咧 我们用的歌都是我们3P的歌案 也是啦 就是Ban Show by我们啦 但是呢 不是只是我们三个傻傻的在那边跳 我们有邀请很厉害的舞者朋友 一起跟你们横排演出 然后除了咧跳舞咧 我们演出歌的一些特别东西啦 有gimmick gimmick 特别滑节配合街舞啦 总之整场说咧 都是围绕着街舞 OK 没有啦 没有人做过 圆顶我们第一次要做 也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 关于是 做不好的话 请联奥 你们要来看 这个街舞边会很精彩 所以大家记得 有兴趣的可以去 RWBENTING.COM 有四个category的 OK Upworkland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 记得买票 到时间 番索 番索 A olmas RWB remote alumin 哈囉 大家 我们是贵 我是KV 我是大爹 呵 Let's go!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个一分钟的片段 所以还没有买票的有兴趣想看的 快点去看一下 RW跟Link.com买票一下 如果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兴趣 不用紧希望你看这个Q&A 你会有一点兴趣啊 不懂怎么感觉这个歌没有什么人去看 但是我们蛮多活动围绕在TopFoom这个名字上面 因为我们出了TopFoom的MV 过了不久又出TopFoom ShipFest这个活动 好像感觉很多东西这样子 所以你不知道的话现在你知道 然后 我们问我们很多问题 现在我们回答 哇 会转啊 转 来 第一个 这个问题是最普通 但是也最难回答 在做这首歌时 他很多错字 OK 简单来讲就是他问这首歌的灵感在哪里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我们就讲要做一个舞曲先 可是 诶 舞曲要什么方向 那时候刚好我们去跟Charles Python那一段时间 一直参加Charles他一直有讲到这个字 吃这个 哇 这个 它TopFoom 这个TopFoom 总之他讲那个东西很好 他就用TopFoom这个字 基本上我听到 TopFoom这个字很多 Johor的人 我知道啦 其实都有用这个字 这个 我很TopFoom 今天我的状态很TopFoom TopFoom 然后我们就听他讲 很好笑 然后我们就很记得 TopFoom这个字 蛮强眼也蛮有记忆点的啦 但是 怎么我们会做这个歌 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 这个Beat出来 我们不是因为 因为要写TopFoom这个歌 而会讲 诶 你做一个歌 我们是讲 OK 我们要做一个舞曲 然后我们就要 做 他没有TopFoom这个想法 对 然后他就做这个歌给我们 然后我们才想到那个topic 你要卖那种子 诶 你过去一点 有点辛苦 可是我要过去 没有没有 你跟对了 他还在贴着我 你看他 你去一点 中间的 有羊吗 有羊吗 你再摸下去我就TopFoom了 我就是要秀吗 你就TopFoom 然后这首歌 怎样写来 基本上作为写歌的人 每次都很struggle在要写什么 然后他就给你讲 写TopFoom 我就觉得不错啦 但是TopFoom就是 最好的意思嘛 所以这样的舞曲 我又不懂要怎样去写 随便写 又好像 TopFoom这个主题很广 它很鸡 有的东西很多很鸡 所以它整个东西太广了 基本上是很鸡 简单来讲 我们一家歌词 可能就是要写 flex一点就这样 哇我们在剧鸡的时候 这样这样这样 但它就比较迷茫一点 太white了 太white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鸡 所以哦 当时候我写得出的原因 是因为我一直把我自己 放在Danny的鞋子里面 Oh my god Oh my god Danny才写得出 对 我就想说如果我是Danny的话 我会想 哈 OK 但是因为我不是他 所以我还是写到很垃圾八道 Fun fact 就是我不喜欢TopFoom 总之我对这个 的反应就是 就是 比如这首歌它听了 一次在车它不会再听 下一一次 可是下一首歌就是 所以RobotArm花了多少钱 这个RobotArm就 不便宜 不便宜 然后这个MV 是so far我们每一个MV里面最贵的 20多块MV里面 这个是用最多钱的意思 但是吼 用这样多钱哦 我们反而觉得MV不够多样化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那个多钱了 可是因为也是budget的关系 我们不能去到更多 就是当你要用这样的科技 感觉你要用更多天拍 location需要租更多天才会拍到更好 可是因为就算我们要用那个robo arm 东西全部减少减少减少 因为要省那个budget 是的 因为那整个科技还有那整个东西太贵了哦 所以吼 我们单单只是用一个这样的东西 跟一个地方罢了 就已经贵过很多MV了 所以吼 如果我们要像其他的MV这样子 用同样的一个技术 在不同不同的地方哦 乘那么多个 去5个地方就乘5 已经很贵了 还要乘5 那就是 超级5的贵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乘5 所以我们只用这一个地方 乘不到而已没有钱 所以有很多limit 我们是malaysia第一个用这个robo arm 所以还是会发现很多问题 一个很多bug 新的尝试啦 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更多 才会拍得更好 Very Dope MV Is this song one of your favorites? Is this dance the easiest among all your MVs? First question first Is this song one of your favorites? No No But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ry Good experiment 总之这个歌哦 真的是 在无论任何一个角度都好 它都是 very very experimental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首歌是很帅的其实 我觉得是不够budget弄给它更帅 想要表达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哦 这个它是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那个高度是这里 而不是那边 我们现在哦 动到那个高度哦 我们才知道 Oh shit 原来我们想要做更更的东西哦 还有很远的路 对对对对 那个钱要用更加多 在pass 罢了 不管是写歌也是 我也是觉得好像我在写这个歌的时候 我也是很多来 要怎样去帅罢了 还是怎样都好 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跳舞也是为了配合robot arm 而要排出不同的角度 然后robot arm的运用也是 那个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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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能去什么angle 能去什么angle 不能去怎样 这样 那个robot arm叻 就是它加这个camera 它拍的时候可以很顺 然后它可以很快 是人做不到的 还有很精准 简单一样 你看如果我是手的话 我要这个动作 如果我现在坐这里 如果搬来这里坐 我的这个一定不一样的 怎样讲你人 这样子一点点 这样子一点点 这样子都是会不一样嘛 对不对 不consistent 不consistent 人的手这样子 到这里这样子就不一样了 可是robot arm不一样 你set了那个 你要package A 它就给你package A 它到这里 还是package A 所以它是会完全一样 就是这个精准度 除了精准度 还有就是速度 你人从这里 去到这里 可能你用来跑都好 你需要两秒 或者你需要五秒这样子 可是robot arm不会 robot可以 就到了 这样子 所以就是速度跟精准度 所以这个东西很贵 Is this dance easiest low 不是easiest 但是我觉得 easy过who else yeah who else比较喘啊 我觉得who else 因为它动作比较累的 who else动作太过大 太过吃角力了 而且who else需要很多 dynamic 这个top form还好 fushio dynamic knee 这样子 hardest stamp的手是什么 hardest我应该是who else 因为它需要stamina 累算难吗 还是你觉得动作难 我讲难就是因为累 这样我觉得其实who else啊 动作是容易的 因为你看这样子啊 如果大众要跳啊 它动作是 都是一个动作这样 可是我觉得top form其实不一样 有可能对没有跳的人top form很难 因为你这样啊 你要i-so要i-so要i-so 有可能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难 可是对我们来说很轻松 因为不累 我觉得动作的complexity 就是它top form会比较complex 比较难要协调 很多细节 它那个手要这样 它手要这样开 拐一点点 Danny不可以这样 没有啊 就是top form比较complex一点 可是who else对我们来说 比较难因为比较喘 这次的歌遇到什么困难 写歌的困难咯 我觉得我学到很辛苦 因为我 我发现我要写一个 很general的主题的话 我就很难去写 我每次写东西 我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条 你觉得太广了 一个故事啊 我很难写一个广东西 就是这样 love love 因为太多种了 我可以towards item animal 我无法把它总结起来 如果你叫我写 最狗的爱 啊 我就很clear 我要写什么这样 我就会写得比较舒服 好像top form这样 他就跟我讲 最紧 我就 很多东西都可以最紧 我也可以是心灵上的最紧 身体最紧 什么 我就想这样 太多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写的时候 我就会很 有点confusing 但是我刚才讲 是很experimental的 就是放出去给大家看 是什么意见 我也是想要听一下 学习一下 我觉得MV外受割的问题 就是钱 因为那个钱 limit了 很多creativity的部分 跟很多要做的东西 不然的话我们可以 一样要更多地方拍 拍更多天 可以拍到更美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钱 然后人也是 你看啊 好像哪 daddad 80多个人 100多个人 80到100 可能200不懂 然后你看那些印度人的MV 整200 500个人啊 我们的MV才多 30个人不好 30个人不好 你自己做一下那个算书啦 如果你一个人放他200块啦 成年啊 6000 就6000块了 而且这个是一天 摆拍 练习 拍摄 全部 你自己去算一下啦 简单来讲就是很贵啊 本来三个人的衣服都已经多少钱了 然后他们要吃 然后你看啊 我们现在三个人的灯光 一粒这样大粒 三四个人的灯光 一粒这样粒 所以到最后都是 人越多钱越多 拍摄时间越长 钱越多 到最后都之前 然后这个他问题下一个就是 几时要来新加坡看演唱会呢 现在你们接下来以后的作品 继续加油 新加坡朋友想问一下 在下面可以留言一下 如果我们在新加坡做演唱会 有谁真的有兴趣要来的 新加坡朋友啦 或者不用新加坡朋友啦 或者Johor还是哪里的朋友 会想要进到新加坡看我们的唱会 如果够多的话我们明天开 对 你写 I want to see you guys in Singapore Yes Top Bomb MV 有没有什么让你们不满意 我觉得不够good的地方 我觉得 Top Bomb这个MV 第一个我不满意的就是 场景 因为一个location 看久了就会 视觉有点陷了 然后最后也是中午因为钱 如果够钱的话 我会想要多几个场景 这个第一个 我觉得可以更多人 还要更多人啊 你要几个 你要懂我们的场景几档嘛 他不是想不满意吗 你怎么 那我想不满意吗 我现在问他要几个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很想要好像印度人的那个MV 满满的 哇很爽嘛 有钱我们做 OK 来你咧 你贵的 我不满意太多了吧 因为我们那时候 就是为了要把Top Bomb这个 弄得很特别 当然不止在那个 在MV上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想说来 不如我们try robot up all the way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家做的 所以就有原因 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那个 就是价格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MV 就是半天掉在 我们要try很多Rob Bomb 可是不够半天所以我们 Rob Bomb一点点 我觉得一个MV要真的很美哦 要就从头到里真的Rob Bomb 可是要很慢慢拍 要真的很够时间拍 要分多多天 不一样的场景也是啦 不一样的场景才会好看 RICH IS会用很多钱 到最后还是回去 钱 That's why你看很多KPOP MV 做么咧 全部都是在studio建起来 set up起来 可是还是一样 他们很多钱 所以他们可以一直换set 换set 对我们不是KPOP 我们是M-POP M-POP 用了多少天 完成MV 超好看哦 其实拍摄啊 我们只用了一天 也就是因为要挤在一天里面 要省 budget 所以很赶 然后这一天的拍摄是 C Ballet 那天拍完真的是脆 29小时没有睡觉 我们拍了22个小时 我们早上差不多 8点开始化妆 6-7点这样子啦 就起来了 这样子 然后我们拍 all the way 到另外一天的早上7点 我们现在已经是 好像Zombie这样了 然后我们就去吃Bugget 就这样子吃Bugget 哇连吃那个Bugget 都不enjoy了 已经是空了 那通常是空掉去了 OK 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讲到 钱钱钱 再次特别感谢JB 他已经support我们的想法 他懂我们要玩这个东西 他也很愿意支持我们 然后减轻我们一点负担 谢谢你 Thank you bro 现在我们进入 Top Bomb Street Fest的 GQ&A 为什么会突然想举办这个街舞上会 So这个东西叻 是这样子的 是云顶 approach我们 So他是想要我们 Just 3P 表演 做一个show Normal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想说 我们这样子表演的话 不就是好像演唱会 对 但是如果做小型的话 又感觉不到位 因为大家 毕竟还是有人 我们以前也看过我们的演唱会了吗 我们这样子表演的话 感觉有点 青菜 时间也不够多 然后我们就想说 不如我们把这个show改掉 我们不如做一个街舞show 因为我们以前很久 就一直在想说 要把街舞带上大舞台 然后我们就想 诶 这个就是那个机会了啦 Yes Yes 但是因为云顶方叻 是想要3P 是 所以我们特别的地方在于 我们那个表演叻 就会用我们3P的歌 来呈现街舞给大家看 因为在云顶那方面 他们也是有点担心 因为他们一直来都请明星啊 请歌星啊 去唱歌的演唱会 他们没有做过街舞的表演 所以他们也是要一个新的堂商 OK 我拜你这个街舞的idea 可是还要有3P的元素在 所以他就 agree 了这个top from 3P 然后我们就想说 喂 可以把街舞带上那个云顶叻 其实没有云顶过叻 对不对 然后哦 在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也不是最更的 所以我们也这次决定了 带我们的街舞朋友 那也很更很更的 有不同不同的人 都一起来做这个 show 所以会很精彩 总之我们大家就一起跳 你会看到不同不同的 很厉害的街舞舞者 所以就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我们有准备了不同不同的梗 那些啦 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 很厉害的男生们有水爱 嗨 先问你们 你们有想要看谁 快点留言 然后可能你们还有机会 提醒我们一些人 然后我们还来得及邀请他们来 好了啦 make sense 的啊 不要跟我Michael Jackson 我们不要讲就不要讲 我们给你们猜 如果你懂是谁的话 你在留言那边写 如果你得追的话 rightrightright 总之叻 这个团 目前是马来西亚 我觉得是最强 里面的每一个有表演的人 应该在外国 在本地 在到处都赢过很多奖 都赢过很多冠军的 这个是肯定的 这种图吗 真的全部top form 所以才叫top form Street Fest 吗 干的 真的 真的 请问Street Fest 是类似于你们之前的演唱会吗 你看了整段影片 你大概都get到整个 idea 我们的这个top form Street Fest 做什么了 不要想着是来听我们唱歌 想着来看我们跳舞 这个是一个 Dance Performance 来的 Dance Show 而且名字已经很明显了 是Dance Show by 3P 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 一个街舞的大表演 OK 这个这个 Show 的核心 是街舞跟3P的歌 啊 核心啊 The dance will be new or old choreography 这个是very good question OK 我讲12345啦 这首歌 12345啊 The chorus 一定是用为那个 比较招牌的动作咯 就那个MV咯 我们那边换掉就 哎 原来不爽咯 可是它中间前面那整段 都是会是新的 总之会有新的 然后也是 我们不是每首歌都有跳舞吗 所以哦 没有跳舞的歌 会变舞 也是会有舞 That's the special thing 是 About this show 就是我们会 没有跳舞的歌 也有跳舞 比如一首 来讲一首 讲话啊 一末 一末有跳舞啊 看过没有 XX的 不会接舞 可以去吗 当然可以啦 去看演唱会了 这样多人会唱歌吗 蛤 去演唱会一定要会唱歌吗 你会唱歌吗 你去看一个演唱会的人 你不一定要会唱歌 你去吃饭的人 你不一定要会煮菜 你去我们circus 那种老虎在转喷火 你会喷火吗 不会 你来看表演 重点是来看表演 重点是你可以来 是 一定可以来 我现在要讲这个街舞 不是给街舞人看的 最重要其实就是 我们要推广街舞这东西 让公司 让更多人知道街舞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来欣赏这个表演 不会街舞更好啊 你来吧 不会街舞更好 我们跳错什么 你看不错 真的 真的 你什么都会觉得很好 是不是 对 就是因为刚好你不懂什么是街舞 你来这个就是一个very good introduction 有可能你会因为这个秀过后 你会爱上街舞 你如果看了过后还是不爱街舞 at least 也知道 未街舞攻陷 哇哇哇 请问有seed map吗 我分不清楚rock zone和vip的位置 ok 来看map 简单来讲哦 如果你没有来过杂本的话 其实跟杂本的概念差不多一样 就是云顶的云星巨卡 它下面是一片空空的嘛 然后上面就开始椅子斜斜上去了 所以下面那边呢 有些演唱会是放椅子 有些演唱会没有放椅子 就开着可以站的 那就是rock zone 这次概念跟上次的一样 就下面rock zone是站着的 全部很靠近台的 可是如果你不要站两个小时 你觉得很累 有个你脚不舒服会比较老一点的人 可以坐上面 VIP VIP就写写上去 所以你坐中间这样子 你直直看到台的 所以你有着坐 你可以这样看表演 你不用站着看 如果上次你有来演唱会哦 你就会看到那个台 有一个伸展出来的一个T型台嘛 这次是没有的 所以你是完全就是站在前面 就这样子 Just get a seat 所以你看这 seat map 应该很clear很明白啦 要知道更多详细可以去 RW跟TING.com 那边你可以读到更多 而且有一些特别东西 或者是去我们的IG 因为跟你讲跳舞秀 我最好看的地方就在中间 快点去买中间了 不然等下没有味料 你可以看到完 我们有时候拍那个位置 准准这样三角形嘛 你在旁边看 像三角形咩 不像嘛 所以我们坐间是最美的 如果我们坐在牵手关 你一个人在前面看到很多手 你在旁边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人 也看到很多手 就不好看了 没看到人家后面偷笑 这样 你看到人家后面 这样你讲 人家看到剩下那边不是不买 没有啦 你买吧 我买吧 就这样子咯 我们就是为了街舞 我们跟你很诚实 没有要骗你 你如果觉得那个不好看 不要买 你真的喜欢 这个support才买 你不要买 人家买 可是我喜欢你support 记得来 买啦买啦 OK 所以就这样子啦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miss out的话 你们可以comment reply你 OK 到时间 到时间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subscribe 然后share出去 拜拜